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名人士到场调宴 包括英国领事馆人员 法国驻港澳总领事馆指出 今晚7点会举行悼念活动 向死者致爱 领事馆也复制法国报章有关恐习的专辑报道 并且会派发给在国际学校就读的法国学生 让他们更加深入了解事件 有来吊演的市民说对巴黎发生恐习感到惊讶和难过 我觉得全世界人都要支持法国人 因为这个是很严重很大件事 希望巴黎市民和法国市民能够 能够有平衡 另外本港入境处就巴黎恐习事件 宣布由即日开始 在香港的法国旅客 如果想继续留在香港 可以向入境处申请延期逗留 一般可以即日批准 厨方已经通知法国驻港澳总领事馆 旅客可以向入境处热线查询 无线电视记者李明娜报道 巴黎连环恐怖袭击增加至132人死 300多人受伤 法国驻港澳总领事馆今晚7点钟 在铁马公园举行灾光晚会 悼念恐袭当中的死难者 总领事馆也设立调研策 而行政长官梁正英 和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 分别到法国驻港澳总领事馆 向巴黎恐习当中的死者致爱 梁正英到位于今宗的 法国总领事馆签署调研策 他说香港会惊艳地 站在法国人民背后 又谴责恐怖主义行为 北黎旅游景点关闭 不少旅客只可以在门外拍照留念 有旅客担心安全 说入夜之后不会外出 由南海营在巴黎报道 在法国冬天难得一见的大蓝天 多个名声都关闭 罗浮宫广场在远处已经架起铁马 持窗的警察和军人不断巡逻 不过不少游客和旅行团 依然来这里 但是难免失望 罗浮宫公园也关闭 旅客只可以隔着铁栏拍照 巴黎铁塔同样都无限期关闭 过往排队登上铁塔的人龙没有了 虽然军景也在四处巡逻 有内地旅客说 下午五点入黑之后 就不打算外出 过往不少情侣来这条索桥 就是为了得到祝福 不过现在对面圣母园 即将举行大营的盗点住 不少市民来这里 就是为了盗点醒难者 这条名店街 全部店铺都无营业 部分是星期日的礼休 亦有不少商铺贴出告示 说是保安理由而暂停营业 无线电视机就在南海 仍在法国巴黎铺 调查方面 法国警方正是通缉一个疑犯 有报道说 他曾经在边境被警员折查 但最终获得放行 法国警方就在多个城市展开首报行动 军方又大举空袭伊斯兰国在敘利亚的据点 巴黎连环空袭后两天 法国第一次空袭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在敘利亚拉卡的核心据点 法国出动12架军机 包括10架战机 投下20枚炸弹 摧毁伊斯兰国军火库和训练营 这次是法国9月扩大空袭至敘利亚之后 规模最大的一次 伊斯兰国早前说 策动巴黎恐袭 是要报复法国一直以来的空袭 更加号召支持者再向法国发动袭击 恐袭调查继续 法国警方通缉一个叫薩拉克的男人 26岁 是比利时出世的法国公民 形容他是危险人物 相信有份支援另外两个兄弟发动袭击 消息透露 那两兄弟 其中一个在巴塔克兰剧院挟持人质 最终引爆身上炸弹死亡 另一个已经在比利时落网 有报道说 袭击之后 当地星期六凌晨 警员曾经在法国接任 被利时边境截停一辆车 车上载住薩拉克在内三个男人 警员查过薩拉克的身份证明之后放行 当局在几个小时之后才确认 就是他租车接载兇徒到剧院挟持人质 恐袭里面死亡的七个兇徒 身份陆续确认 计确认其中一个是29岁 住在巴黎市郊的亚尔及利亚裔工民之后 再确认多两个人的身份 分别是20和31岁 同样是住在比利时的法国人 其中一个在国家足球场附近 发动自杀式炸弹杂击 另一个参与餐厅枪击案 当地传媒引述法国内政部长说 相信整个巴黎恐袭是在比利时策划 而美联社引述伊拉克多个高层官员说 巴黎恐袭前一日 已经警告法国和其他国家 伊斯兰国领袖巴格达迪下令追随者 即时在有份打击伊斯兰国的国家境内 发动集击 报道说伊拉克情报部门 有向法国提供相关威胁细节 包括集击者已经为恐袭行动完成训练 由敘利亚返回法国 又说整个行动涉及24人 分别是19个襲击者 和5个负责接应和策划行动的人 无线电视记者尼韦达报道 巴黎恐袭多个兇徒 都是住在比利时的法国人 过往多宗恐怖襲击 亦和比利时有关联 有分析认为 比利时已经成为极端分子的温床 巴黎连环恐袭之后 比利时警方在首都布鲁塞尔的 莫伦贝克区搜查 拉了多个人 怀疑与案件有关 随着调查进展 案件细节陆续曝光 显示襲击在多方面 与比利时有联系 案中兇徒使用的其中两辆车 是在比利时遭用 而七个死亡的兇徒 部分已经确认是住在比利时的法国公民 其中一个住在布鲁塞尔的莫伦贝克区 当地聚居的大部分是移民 不少来自摩洛哥和土耳其 一直以来已经有评论 视当地为激进伊斯兰分子的温床 甚至形容比利时是全欧洲 对抗极端伊斯兰主义的 亚基里斯建 即是唯一致命弱点 比利时全国大约1100万人口里面 大约50万在伊斯兰教徒 从欧洲到敘利亚参与战斗的武装分子里面 最多就是来自比利时 官方统计去年有超过300人 过往多宗集击也和比利时有关联 今年8月 一个摩洛哥瑞男人 在开去法国巴黎的高速列车上 被乘客制服 案发当日 他是在布鲁塞尔上车 持有的枪械 巨报就是在莫伦贝克区得道 今年1月 巴黎查理州刊报社遇集 有枪手就闯入一间犹太超市挟持人质 所用的武器 巨报也是在莫伦贝克区得道 2004年造成191人死亡的 西班牙马德里火车连环爆炸案 有兇徒是来自莫伦贝克区 今次巴黎连环恐杂 为欧洲以致全球反恐 敲响新一轮警号 比利时首相米歇已承认 一如法国 比利时国内存在着网络和外国战事 当局已经大幅增加资源 加强打击 强调已经取得一定成效 过去几个月起诉了170人 与恐怖活动相关的控罪 无线电视记者李慧达报道 20国集团峰会一连两日在土耳其举行 据布联合声明会提到各国同意加强打击恐怖主义 中风倡议国际社会组成反恐同一战线 美俄领袖也讨论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但双方仍然有分歧 在法国恐袭阴霾下 20国集团峰会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 多国领袖先为巴黎袭击的死难者墨外 路透社披露联合声明草稿内容 提到各国领袖一致谴责巴黎恐袭 同意加强打击恐怖主义 加强边境管制和航空安全 撤断恐怖组织的资金渠道 草告也提到欧洲难民潮已经成为全球问题 呼吁各国共同承担责任 外长王毅说 中国面对东特分子的恐怖势力 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 呼吁国际社会组成反恐统一战线 联合国也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非正式会晤大约半个小时 谈到敘利亚局势 美方说双方同意由敘利亚主导政治过渡 有必要由联合国主持协调谈 俄方说两国就打击伊斯兰国 虽然战略目标相近 但战术方面仍然有分歧 有分析认为 伊斯兰国策划巴黎恐袭 是要显示他们有能力 袭击罪里亚和伊拉克以外的目标 而今次峰会虽然有助各国领袖团结起来 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但就未见有具体计划 母纤电视记者朱绍伦报导 先有四一会儿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